我以後還是差一點 後面會退後一點 後面會退後一點 好,我們會退後一點 我們退後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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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最高級的了 最頂的了 拍不到的了 我們先拿手拍照好嗎 好,都沒出現 你還沒出現 來來來來 有場下,還要拍拖式標準 有個警示可以的 警示可以的 你去摸它 我摸它,你摸它 左邊先,好嗎 左邊,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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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重的 OK 好,右邊 OK 好,誰說先 好,這裡 早晨,各位 早晨,各位 社民連的朋友 我們天下圍攻的支持者 民主黨的朋友,和各位傳媒的朋友 今天 今天是我們 天下圍攻 和社民連 曾建成,投江 一起的合作 希望是 被日本 法院 提出 司法覆核 挑戰 鄭若驊 律政司司長 兩個最重要的決定 一 就是他決定 不檢控梁振英 有關UGL案 涉及的公職人員行為失望罪 和 貪腐的罪行 以及梁振英 和周浩鼎 串通去干預 立法會 專責調查委員會 針對UGL案的調查 這兩個不檢控的決定 我們認為 都是違反了 律政司 應有的檢控原則 和政策 他沒有外判大律師 自己閉門造居 一手決定 是不檢控梁振英 和周浩鼎 我們認為 是嚴重地損害到香港的法治 和香港的連結形象 為了捍衛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 我們別無選擇 在聽了律政司的公開所謂解釋之後 沒有辦法說服到公眾 我們 尋求了法律意見 和搜集了充分的資料 做了法律研究之後 決定 提出司法覆核 我們天下圍攻 是非常感謝 牛哥和社民連的朋友 是挺身參與這次的訴訟 是作為一個申請人 提出這個司法覆核 最後一點 我們天下圍攻計劃 現證 是和我們的律師團隊 包括香港有名的資深大律師 是在研究著 就梁振英案 提出私人檢控的可能性 一有結果 將會封知大家 我把麥克風交給龐哥 喂 兩位一起用 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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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今次 我站出來 要和這個事格複合 大家看到 梁振英的UGL 沒有申報之後 發生一連串 巧合的事件 包括 新兼UGL的董事的 潛國鋒 毀入 毀入行政會議 跟著一連串 UGL接了大量的基建 不堪一擊的沙中線 是其中之一 這些是否巧合呢 我們有待 大家去追查的 本應 在立貨會 我們可以用 權力及特權法去調查 這麼嚴重的事情 但是 就有周浩鼎這些民建公會 包庇了 大家沒有辦法知道這個真情 我們希望透過司法覆核 去尋審這個梁振英 由法庭去判決他 是否恰當的不報 是否巴情理下的問題 我們尋求一個真相 所以 今天 不是社民人的事 亦都不是民主黨的事 是香港人的事 是香港人最開心的事 但是 在議會剩多數的 建制派 是保駕護航 真相保駕法 能夠彰顯 所以 我們雖然以堂秘黨隊 我們會繼續努力 莫求真相 能夠彰顯 OK 好 這件事 大家沒有說到的 就是 法援署是不批這個法援 去司法覆核這個 鄭若驊的決定 小弟 現在被法援署援助的 應該是有五個案 你為什麼 追究梁振英的事 就沒有了 這個真是比而所思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追究梁振英 民主黨和社會民連 是以前有過合作的 就是 選舉程程和 這個司法覆核 就是針對梁振英 司法地牢 那件事 所以是有前方的 第三 這個 我想強調的 就是 周浩鼎 和梁振英 那件事 是非常之嚴重 不過 被人家 就是 低估了 那我相信 牛哥 和 滴下維蜂 現在將這個 鑊蓋 揭了出來 這個文革之後 就有個 叫做 揭派 和暗派 有些是掩蓋的 老實說 四十年前就是爭論這個問題 一個叫做掩蓋 拿手 哪一個 是不是 一個就是 揭 我們就是揭露 揭露 是不是 是 追究689 追究689 我們是自己有 我們是自己有 香港人 香港人 追究689 追究689 大家自己有 大家自己有 天下圍攻 天下圍攻 你走外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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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英 梁振英 大華正 大華正 六八九 六八九 李家園 李家園 我要補充一句 就是 大家看到 沙中線 民主派 民主派想用權力及特權法 是被建制派刻意去阻撓 保駕護航 沙中線 偷工鑑料 大家都看到的 但是 建制派就用 一個搶手機 反而 就是許智峯搶人手機 這個就說要用權力及特權法去調查 這個就看到議會的荒漏 麻煩 總結幾句 剛才幾位都說了 梁振英案 UGL案都抗日持久 由上屆政府追到今屆政府 一直都是沒有結果的 市民已經很失望 最後出來的結果 令到大家更失望 失望的不單止是不能夠將 可能法法的人成之於法 公義得不到彰顯 更加失望的是 我們的律政司司長 竟然親手地摧毀一個執法的制度 並且僭堅執法的標準 大家看到 梁振英案 UGL案 其實那個案情是非常鮮明的明白 但到最終 就是說出了一份 一頁子的蒼白無力的解釋 裡面基本上是沒有解釋到任何法理的依據 只是做出了一個法律決定 另外 剛才長毛說得好 不要放過周浩鼎 周浩鼎和梁振英在議會 調查梁振英 UGL案的委員會裡面 私通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罪行 並且是一個很明確 很明確 犯了公職人員 行為失當的一個行為 竟然 到最終 是一個這樣的結果 就是說沒有足夠證據去到起訴 我相信全香港的市民 七百多萬人都覺得 證據是非常鮮明 兩件案的證據也很鮮明 很鮮明 我們在議會內外 真的做足功夫了 我想跟各位市民說 由我們這裡 最少這兩個團體 民主黨和社民聯 都有份去舉報當日UGL案 是否 舉報完之後 等了這麼多年 店署的調查 用這麼長的時間 最終 遞給律政司得到這個結果 我們在議會內外 是沒有停報過 在議會內 我都已經盡量用各種方法追究 很可惜 如剛才所說 保皇黨的保教護航 基本上所有用議會 有很特殊的方式 去調查方法 都封鎖了 已經是公義不能彰顯的 申請法援也都漲了重重 去到這一步 我們必須要用法律的行動 去代表港大的市民 尤其是天下為公 對我們有期許的市民 捐了錢 覺得要追究這件事的真相市民 我們必須要對大家有交代 所以很多謝牛哥 很多社民的朋友 一群戰友 事而不捨 接下來我們除了 這次這個私覆核 就著律政司的決定 作出私覆核 在不控告梁振英和周浩鼎案 的案件上作出覆核之外 未來我們會有 可能有進一步的控制 就是私人檢控的進展 我們在香港 在海外都已經找了很多知名的律師 去到跟進這件事件 在這裡交代這句 希望大家不要擔心 我們是不會讓他們走多一結 是嗎 是 是 今天有個 我們日文的編號 也好 差點近的 是687 差點相反 不是6800 因為 7和有都差不多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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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會導致呢 我們希望尋求法庭的裁決 就是還香港人的公道 我們希望梁振英是能真正的進法庭 不是做證人了,做自己辯方,就着UGL事件向公众解釋 5千萬在他2012年上任前收了,是沒有申報 這個沒有申報,他說合法合情合理,是他說的 是未經法庭的判決,我們希望透過法庭解決這次事件 我們天下圍攻計劃早前申請,協助有兩位市民去申請法律援助 是希望提出司法覆核挑戰,鄭若驊,就不檢控梁振英和周浩鼎的決定 很遺憾法援署拒絕了兩位申請人的申請 我們隨後也都立即聯絡社民連的朋友,牛哥 牛哥也都是一口答應我們的請求,是參與這次的訴訟 我們的法律團隊是會全力支援牛哥這次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 是挑戰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是不檢控梁振英和周浩鼎 我們會提出兩個重要決定,我們認為吳檢控的決定已經損害了香港市民 對香港法治的信心和香港廉潔的形象 為了令這個案件不可以不了了之,還有捍衛香港的法治和廉潔 我們天下圍攻是會全力支援曾建成先生,牛哥 是提出這次的司法覆核申請的 是否你們所有牛哥的訴訟開始都是天下圍攻那裏比呢 以及之前兩位市民入品的情況是否暫停了呢 之前兩位市民是未入品的,他們是申請法律援助 但法援處已經拒絕了他們的申請了 這次的司法覆核申請,我們作為原告一方 我們天下圍攻的計劃是會支援申請人,曾先生,牛哥 他所有的法律的開支 至於官司完結之後,任何重費的判決 到時我們再商量是怎樣 其中一個原因是,已經有另一個申請人,已經提出了司法覆核 另外他認為建案是不夠勝算去提出司法覆核的申請 我們是不同意法援處的意見 所以我們的法律團隊認為都是基於我們所掌握的案件的證據資料 以及律政司去處理這次不檢控的決定 是沒有去外判大律師尋求獨立法律意見的過程 都是違背了律政司自己的守則的 我們法律團隊認為這樣的做法是非常之大問題 是應該要尋求法庭一個司法覆核的程序 去釐清究竟律政司的決定是否有嚴重的錯誤 以及上年年底,律政司說證據不足 所以就不檢控梁正恩 但這次你們覆核的理據 其實都是說他們沒有尋求第三方的意見 你會不會擔心那個政策 其實我們不單止是質疑律政司是沒有尋求獨立法律意見 而提出司法覆核 我們同時是羅列了梁振英案和周浩鼎案 大量的證據在我們的入品藏裡面 所有事法的經過,所知的事實 我們認為是有很充分的理據去檢控梁振英和周浩鼎的 很遺憾,律政司是沒有去拿法律意見之後 是自己閉門造居去決定不檢控梁振英和周浩鼎 而他這個決定也沒有一個詳細有理的解釋 去跟公眾立法會傳媒講話 所以我們認為我們無可選擇 唯有提出今次的司法覆核申請 去挑戰律政司的決定 為何是這個必須在四月的檢查中 當你決定沒有裁判是需要的? 因為這是一個不正的決定 我們認為我們有很強烈的判斷 和香港的影響 我們認為我們有很強烈的判斷 我們認為我們有很強烈的判斷 去托世勞和周浩鼎 為罪行的判斷在公職 你認為是會判斷的判斷 他也能被判斷判是被犯理的判斷 為判斷判的判斷 是無論問題的可行的判斷 在職判的判斷 也在職判的判斷 美參考職判斷 也在職判斷 the final decision not to prosecute CYLeon and Holden Chao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guideline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precedence in relation to those former top government officials criminal case so 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e decisions made by Theresa Chen Secretary for Justice is unjust and we have to defen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cleanness of the government on our own 問問 私人檢控的進度 是否會跟香港有多多律師呢 私人檢控的進度 我們已經找了一位香港有名的資深大律師 是在進行一個詳細的法律研究 他也有一隊的法律團隊去詳細看我們搜集到的證據 和相關的案例法律的依據 去再給我們意見 是否適合提出私人檢控 我想強調私人檢控是非常困難的 在香港來說是最後的途律 因為私人檢控提出的證據呢 我們要處理法律上一個 amissibility的問題 amissibility的中文是 是否可呈堂的證據的問題 雖然我們掌握很多 在公眾領域收集到的文件資料 但是這些證據 是否是呈堂可接受的證據呢 這些都是我們擔心的問題 不過 無論多麼困難 我們天下圍攻計劃 跟很多香港市民 跟我們社民連很多朋友一樣 都是會視而不捨 希望將梁振英案 和周浩鼎案追究到底 OK 兩者是會同步的 司法覆核 因為今天呢 是三個月提出司法覆核的期限 我們必須在今天之前要提出了 另一方面 私人檢控的工作呢 因為是非常之艱鉅 還有要看完所有的文件資料證據 做好詳細的法律研究分析 所以那裡是急不來的 但是我們一有進展 一定會跟香港市民去交代吧